大家好,我是交通大学应用数学系庄仲 我过去也在国立交通大学开放式课程中心的协助之下 录制了这个维基分还有先应代数的课程 那前一阵子呢,也录制了一个如何学习高中数学的一个小单元 那我今天其实是非常高兴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学习方式 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维基分课程的模组 那简单来讲,维基分课程的模组的话 就是将我过去的这个维基分的影音档案 做更有效力,更个人化,而且更立体式的学习 维基分课程的模组的优点呢 待会我会跟大家多分享一点 那接下来我其实想要提的是说 这种课程的模组化的学习方式呢 是有一群交大也很有热心也很有理想的一些老师来推动 这包括我们交通大学开放式课程中心的主任 运输系的白启光老师 还有我们交通大学高教资源中心的主任 那个李维以老师,电务系的李维以老师 那还有一些老师的参议 那我们今天讲的课程是维基分 那这个维基分的模组的这个制作的部分呢 其实是由白启光老师带领的这个陈嘉惠同学 花了很大的心思,花了很大的时间 做了一个很有效力的一个设计 那这当然这个我们开放教育推动中心呢 其实也花了蛮多的力气让这件事情能够促成 现在呢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模组化课程的特色 那就像我在一开始讲的这个模组化的课程是 在这个维基分的课程是将我过去的 维基分的这个影音的档案做了一个模组化的设计 那我过去的维基分的影音档案只是上课的 忠实的呈现 它都没有做一个更好的更有效力的一个整理跟安排 所以经过模组化的设计以后 这个其实要花蛮大的心思跟功夫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学习会更有效力 它会让你看到森林的前茂 它会知道你从哪里来 你将来可以到哪里去 那比方说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假设我是学过维基分 我现在要准备这个研究所的考试 那我希望能够加强这个连续这个概念的一个复习 那我就可以直接点进到连续 点进去以后它其实里面它又把它切割成一些小单元 那这个小单元每一个时间的长短 都是差不多以10分钟到20分钟为单位 那你又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比方说我希望做一些比较深刻的题目 我们也有将这个题目做这个难跟中等跟简单的分类 那这个分类其实是我们是结合包括交大的老师 还有中央大学的老师 还有明星科技大学的老师 也包括这个联合大学的老师 他们都一起参与这个对这个题目的难以的评鉴 那这个东西也都加入考量各个学校的学生的程度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整个过程 其实是蛮耗时蛮耗力也非常有意义 那假设我进到这个连续的单元 那我想要多写 我就可以做一点更深刻的题目 那假设我发现我还是有些观念搞不懂 你就发现说它过去跟什么连结 它其实是跟极限有关 然后这极限的最底部其实是函数有关 所以你可以趁机诊断你自己在哪一个部分不了解 你就可以再点进去 而这些东西都有适当的连结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可以怎么跟过去连结 而且你将来下一步 写完连续你希望了解中间指定理 你也知道说这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立体式 能够让你看到整个森林的前茂的一个学习 那假设你是初学者 假设你是初学者 那当然对大部分的初学者来讲的话 每一个人当然都是要从树的根部开始学 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学 然后按部就班的这样爬 但是你至少也有一个对森林前茂的一个观点 那另外的话对一些优秀的初学者 这个学习也是可以跳的 也有就是对这种优秀的学习者 他也是可以有跳跃式的学习 也就是说他我可能直接进到维分 那我进到维分的时候 假设我觉得学得有点困难的话 我就再回来看 我要了解维分很显然我要了解极限 你可能就是假设对维分还是有困难 表示我希望可能对极限要加强 所以这个对新学者 你也可以做这个适当的安排 所以总而言之 你其实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你的时间还有能力 你可以制作自己制作这个学习的菜单 那这个其实是最大的特色 所以他给你这样的一个全貌 让你自己也有机会设计 所以我希望各位有机会的话 就不但想要进到里面去看 那也想办法自己制作 自己制作学习的菜单 那这个是我们的 将来你会看到这个首页 就像这首页上面除了这个树状图之外 他也提到我们是开放 我们是分享 所以我希望说各位大家如果进到这个网站 如果你看到它的一些优点 我也希望你尽量去分享 让更多人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职业 那也请大家一起告诉大家 当然这中间如果你发现我们有什么 可以更改进 比方说在设计上 在连结上 或者在有些呈现上 如果我们有一些改进的空间 也希望你不吝啬的 能够提供我们建议 让我们将来可以把这个版本修得更好 最后就希望你们自己能够制作这个学习菜单 这个enjoy你自己做的菜 希望你们成功 希望你们顺利 好 谢谢大家